你沒有選擇權利 長髮男在大街上 和警方爆發拉扯衝突 儘管不斷警告 抵抗等於是妨害公務 但對方還是聽不進去 不斷死命掙扎 小學壓下去 壓下去 三個人一起拉著他 還能夠把圓警過肩摔 差點跌倒在地上 警方內心也被磨光 立刻加大力道 花了好一番功夫 才成功壓制嫌犯 不一樣 全味道 圓警拉上口罩 因為門都還沒打開 就傳來濃濃毒品味道 被靠上手銬的嫌犯 帶著圓警進入住家搜索 這什麼 我是踩啊 你坐在地上的話 坐著讓你坐著 等一下 現在你們已經有目擊了 原來彰化警方日前偵辦 網路販售大麻案 經過搜證後 六月二十八號 北上到新北市 李姓祖賢住處攻堅抓人 果然在屋內 查獲大批大麻植株 用這個來融化 加大麻 除了查扣大麻 還發現萃取蒸餾器 還有製作大麻巧克力 以及餅乾的模具 嫌犯運送 產製 銷售 都一條龍服務 警方還進一步 在住家內查獲 和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槍擊案的凶器 同款的現彈槍 這兩把都屬於土砲槍 殺傷力相當高 可致人於死 原來這名嫌犯 曾經就讀過陸軍官校 還擔任過武術教練 甚至對槍炮彈藥 也具有專業知識 涉嫌走失大麻種子 來進行栽種 採收大麻花葉 進行販賣 即萃取它的衍生物 用來製成巧克力 酒等食品 來販賣 來謀取不法的利益 嫌犯把住家變成毒工廠 信號警方即時攔截 沒讓毒品大麻 繼續流入黑市 近新聞車道會 吳國瑜 張信志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 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尤其是 請呃 今晚